前面就是山木湖景区的大门了 等会咱们进入景区 登到上面的大地之首 大家看到了吗 这是一个中央公园 所以这一块呢 也是都云的大自然养吧 终于爬上来了 但是从这里上到大地之首 还需要爬几百个台阶 是有三百米的距离 它旁边还有一条飞天魔毯 做这个只需要几分钟 也不需要自己处理 就可以到达了 做飞天魔毯 我们是倒着上去 做飞天魔毯 我们是倒着上去 有点溺水行舟的感觉 在这上面 还可以观看两边的景色 左手边就是山木湖了 俗话说登高望远呀 不登到最高峰 怎能一览众山小呢 这个景点呢 是叫做天空之境 你看 把周围的景象都直射在 下面的玻璃上 人走在这里呢 也是有直射的 像是一面镜子一样的 然后旁边有一架钢琴 这架钢琴是正面山木湖的 如果坐在这里 打卡拍照是一个绝佳之地 这上面还有一个平台 哇 感觉有一定的刺激性啊 现在这里是禁止攀爬的 然后这里有一个吊篮 坐在上面 拍照一样很漂亮 但是在这个景点呢 小朋友一定要在大人的陪同下 这下面坐的都有防护网的 也是为了安全为主 上面就是大地之首了 这上面呢 有一棵很大的许愿树 上面都挂满了许愿牌 咱们看一看 他们许的都是什么愿望 祝我能考上最得大学 成为知识最丰富的人 这位朋友啊 字都写错了呀 应该是最好的大学嘛 祝全家人幸福 祝我学习天天向上 还是别看了 是不是有点暴露别人的秘密了 看这还有 咱们现在呢 走上 玻璃观景台 这是完全透明的 而在这个玻璃观景台上呢 有两只金色的大手 从大山里长出来一样 大家看 非常的壮观 洞洞你发财的小手嘛 还是金色的 可能走在这里啊 也会给你带来一些好运财运吧 这个玻璃观景台呢 可以清晰的看到下面的景象 如果胆小的朋友 尤其是一些女生 可能走上来呀 还会觉得有一些害怕 这双大地之手啊 在贵州也是首创的 所以在贵州想要体验被捧在手心里的感觉呢 也只有来到多云的山姆湖景区了 这两只手的它的造型各不一一只呢 是相对握一点 一只是完全敞开的 我们现在呢 就是站在这一只完全敞开的大手上 它的一根手指啊 都比几个人还要粗壮 多云的经济开发区 这里搞的也是新城区嘛 你看也是被全山环抱之中 风景特别的漂亮 在这里啊 可以观赏湖光山色 周围呢 也都在搞大力的建设 这边各种配套设施啊 完善之后啊 它就是一个集商务旅游办公居住 等等为一体的大型综合体了 咱们在去前面一只稍微握着的大手里 站在这里面呢 是真的有一种被捧在手心里的感觉 看看能不能摸到 这一根手指啊 真的是好大 还是第一次见呢 大地之手 这个关键台做的是非常的漂亮 我现在下去去乘坐 高空溜索 然后到对面 体验玻璃栈桥 有一位乘客正要体验了 高空溜索 很刺激的啊 脚趁速度 我只能太高 好 走了 哇 速度很快啊 30秒左右 30秒就可以到对面了 哇 开始了 孔高的朋友可真的不敢坐呀 哇 这里就是玻璃桥了 是叫做飞龙玻璃桥 就是一座选索的吊桥 然后它的桥面呢 是用玻璃制作的 可以看到下面 也就是透明的嘛 同样是考验一个人的胆量 男孩子基本都没有问题 女孩子的话可能稍微的会有一些害怕 在一些景区啊 也可以见到 但这一条玻璃桥呢 它的长度啊 就远远超过了很多的景区 如果我们的眼睛啊 一直是注视着下方 就会有一种头晕的感觉 这还有一处非常梦幻的魔法城堡 咱们进去看一下 这里面是什么 我还是第一次来到这样的设施游乐项目 镜子迷宫 你看我们进来之后啊 到处都是通透的 你需要手摸着 哪里有镜子 哪里没有镜子 这样才能走 刚刚进来了一位游客 之前他有在车里面玩过 所以他比较熟悉 他说的意思就是看地上的地标 因为下面标的有箭头 如果你摸镜子的话 那就比较麻烦 这里面是一个灯光秀吧 哇 像是深渊一样 哇 哇 好漂亮啊 大家看 很梦幻 怪不得叫魔法城堡了 这也像是海底世界一样 继续往前走 感觉在这里面像是透明人一样 刚刚我走到这边啊 可能是碰到了感应器 这个大圆桶啊 就开始旋转起来了 就是一个时光隧道 走在这里面晕桶转向的 像是你在这里面呢 也同时在旋转 其实我们并没有动 只是这个大圆桶在滚动 想一想是从哪里出去 四处碰壁 可不能在这里面迷路啊 箭头在这边呢 有箭头就好 刚刚从那个迷宫里面出来呀 就来到了蒙宠园 这里面啊 有十几种动物 是一个小型的动物园嘛 你看 这是鸵鸟 鸵鸟好高 比我的身高还要高 而且它的脖子还没有完全的伸直 你看它的大腿 这才是大长腿呢 近距离的看一下赤猴 小朋友喜欢小白兔 我拿了一个菜给他们吃 你还拿了一个菜喂他们呀 这有两匹小矮马 矮马非常的可爱 这一段还不太好久 这一段也有几百米呢 哇 还是慢一点 就算你踩空了也没有事 这下面都有防护网的 这一段是走轮胎的 这位游客就是 非常的熟练 大家看这下面是什么 是一个梅花路源 这一个梅花路源呢 是完全开放的 可以真正的近距离的 和这些梅花路接触 他们也是爱吃胡萝卜 哇 好凶啊 这只好凶啊 好黑 这个项目呢 是叫做悬崖鞦韆 非常的刺激 也考验胆量 你看有一位美女 她就是第一个 开始尝试的 她刚刚还说不想坐了 已经开始害怕了 但是现在已经坐上了 也要把它体验完了 安全不用担心了 越升越高了 我们下去的时候可以选择走不站道 也可以做这种高山滑道 做高山滑道就是省一些力气嘛 一下就到山脚下了 我已经换好装备了 需要穿上他们专用的裤子 鞋套和手套 也是为了安全考虑嘛 前面这一位游客 准备下去了 好 就是完全用自己的手控制 你的手握紧呢 它就是刹车 松开它就走得快一点 在景区里面转了一圈 又回到了山木湖旁边 行 那这个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山木湖的湖景还是非常漂亮的 湖光山色